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人才理财 有钱人他是理债 什么意思 就是借好的债务 回来看这边 我们说富人穷人借贷的方法大不同 那你也是房贷跟信贷的双贷族吗 来 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理债 就是你要借好的债 说句实在话 如果我们说买比较昂贵的东西 比如说房子哪有几个人是用现金来买的 而且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件事情 通常用全款现金买房子 这个人的钱来源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买房子 因为房子在这几年来讲 台湾房地产不断的飙涨的情况之下 它是会增值的 也就是说你借的债务的收益 投资下去之后 它大于所谓的债务的成本 这个就叫做理债 所以有钱人常讲的 我不能拿自己的钱做生意 我都拿股东的钱做生意 不然就把银行搬钱做生意 那另外那就是坏的债务 什么坏的债务 简单来讲就是你借了钱去使用 而这个它只是一种损耗 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那如果说这么讲 年轻人常在讨论 买车或者是买房的问题 房你买了之后它是资产 但是车买了之后 因为折旧跟损耗的关系 它是一种负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双贷组的人数再创新高 2013年也就是11年前的时候 平均每个人双贷 双贷就是房贷加信贷 加起来是368万 总共有30万.5人 那我们这么说来 30.5万人 那信贷方面在11年前 平均大概在51.2万左右 房贷在317万 但问题来了 我们时隔11年到了2024年 双贷组两边加起来 大概在670万 为什么 我们说你以为因为房价增长 所以房贷变高了吗 没有 信贷也成长了 一倍 加起来有36.4万人 而这么多的贷款 到底怎么处理 而很多年轻人 他背的第一笔贷款 或许不是买房 而是携带 但退万步回来讲 那你是不是要有车 是不是要有房呢 而且房子 似乎是在这个城市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性需求 所以到底是租比较划算 还是买比较划算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则报道 他这边进来就是他 我们有一个厨房 二十二层楼高的阳台 看出去是亚国海湾 附近还有余光岛 好吃好喝又好玩 台南方众积极介绍安平建案 想吸引年轻族群 这晚上晚上的景也很漂亮 台南房市买气枪枪棍 有人甚至形容 在台南租不如买 尤其是仁德安平归人等行政区 目前每月平均租金 约2.2到2.4万元 但房屋成交总价 却介于六百到八百万 换算下来 缴房贷还比租金便宜四千到七千元 这些区域通常都是非都会区 长期以来房价极其低 但是产业发展也还不错 有比较多像工业区 那也就是会有外来的就业人口 租需求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租金跟房贷的比例 看起来比北部相对来说 就是小很多 过去被视为台南蛋白区的人德 就是专家所说价格激起地的例子 但这几年受惠临近东区带来的外溢效益 又有不少品牌建商杀席 让租屋需求 租金行情全都大涨 安平则是有国贫重化区 以及大贫数海景宅拉台 归人租金与房贷金额的距离 则是受高铁特区内新屋影响越变越大 永康和中西区也因为有多所学校 工业区和医院 就学就业需求都很强劲 中西区更因为开发较早 星辰乌少 去年快一半的交易 都是三十年以上老屋 我还是买不起啊 因为我没有投机款可以买 做事我的话我会选择用租的 因为租你在各个工作环境 还有不同的跑道切换的话 都会比较便利 接下来台南房价会涨会跌 还有待持续观察 换快答第一题 你现在有贷款吗 是什么样的贷款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贷款 我目前有房贷跟车贷 那无非是贷款 它就是个借钱行为 借钱就是产生利息 这个利息就是帮助我们做 增利的动作 什么叫增利呢 就是增进我们的美好生活 那你现在有这些贷款 算一下还有多少要还呢 那你又打算要怎么还呢 我目前大概有 两千万左右的一个贷款 还需要做偿还 那无非就是赚钱来偿还 怎么赚呢 透过时间来赚钱 是我们的基本盘 透过价值来赚钱 是我们的多元收入 最后透过投资来去赚钱 既能够帮助我们保本 又能够帮助我们做增值 好 听起来是有周前的准备 那第三题 假设要跟亲友借钱 或者是假设要跟银行借钱 你要选哪一种 为什么 毋庸置疑是跟银行借钱 因为跟亲友借钱 会产生的是感性因素 可是投资理财 它是个绝对理性 跟客观的方式 所以绝对是要 以理性为主来做借钱 好 时间到 谢谢孟泽 不管你想理财还是理债 但是如果不小心 滚出一堆债务怎么办 我相信我们在荧幕前面 很多我们说 大概我们这一辈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都听过一个非常特殊的名词 叫做卡奴 因为以前搬信用卡 实在是太容易了 然后脚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以卡仰卡 最后莫名其妙 滚成了两三百万的债务 而那个时候卡奴风暴 其实对台湾的时候 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黑妈来 来黑妈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当年如何以一己之力 滚出这么庞大的债务 我是先还感情债 OK 其实是因为家里小时候 是在做诚意的生意 吓一跳 我以为爱情诈骗 不是 是因为妈妈有做生意 然后也有做不动产的投资 那因为反正就是 忽然走掉了 那他走的时候 名下有十三间的不动产 那很好啊 对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杠杆开太大 OK 就会一直滚嘛 那因为人走了以后 其实很多财务是没有办法 瞬间理清楚 那之后我爸爸就开始 就是反正你欠别人的 一定要还嘛 是 但别人欠你的 你不知道去哪里要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 就是变成跟地下的借钱 OK 怎样挂了 对 所以就 所以其实我出社会 的确就是真的是靠 现金卡跟信用卡 在想办法 因为你赚一份薪水 就是还债都不够 轄票都不够 就要一直兼差 然后一直跟朋友出去 都刷卡吃饭 是 赢现金 是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我先买单 对对对 因为不然没有办法周转 那实际上是 等到我爸爸走了以后 才知道说 可以 其实不一定 直到我 抛弃继承以后 感觉应该就没有我的事了 可是呢 因为 早期我爸爸妈妈 他们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 我妈妈当保人的 一个保证的待务 又吃了 对 那爸爸走了 我有抛弃继承 那妈妈走的时候 因为我才17岁 那个时候 来不及三个月以内处理 是 所以我就变成是 连带保证人的继承人 我就继承这笔债务 那那个贷款蛮大的 他本金是三千七百多万 滚到后来利息 就我知道的时候 我已经生了老大 老二在肚子里面 这样 就是滚到五千多万 OK 那这个时候 一定是没有办法 靠我自己赚钱还 所以其实我是花了 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就是透过法律的方式 因为我等于是未成年悲债 就自己写树状 然后想办法打赢这个官司 对 那我觉得坏债的部分 跟这个继承债务 都算是很特殊的经历 那之后当然就是 慢慢想办法自己赚钱 自己资力 然后开始培养好债 OK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双贷族是好的 就是你有车有房 你有能力跟银行借钱 我觉得这是好的 那当然问题来了 那这么大的债务 终于处理完了 不过呢 我们想问一下绍凯 是 我们说来双贷族 怎么上涨成这样子 难道只是因为 跟房贷的关系吗 当然这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从2014年的时候 房贷率的状况 其实相对贷款的额度 大概三百多万左右 就有一个需求了 可是到现金为止 已经来到五百六十八万了 跟过去来说 这十几年来 已经多了快七成的部分 那就利率比较高的 现在来讲来说 今年已经来到一百零万 也比过去多了快一倍以上 OK 那我们问一下黑马 那怎么样的人 比较容易就是 再滚再贷 因为其实你那时候 也用现金卡 用信用卡 对 那你那时候现金卡信用卡 那时候没有嘎到爆吗 嘎到爆啊 然后都直角追低音角 可是那个是没办法 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真的欠钱的人 他其实没办法考虑 这个利率这个问题 OK 我能够弄到钱先比较重要 对真的真的 因为你要过前面这一关 所以我觉得 其实如果是信贷跟车贷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担心的是 你借的钱是拿来因应 你的生活开销 我觉得这个比较恐怖 那你那个时候到底信贷跟 信用卡 还有现金卡 到底最后嘎了多少钱 我跟你讲我不敢算 而且我那个时候没有用信贷 你看还多笨 就是不知道可以用信贷 我是等到我爸爸走的时候 他的伤账费我才用信贷 OK 所以我以前都用现金卡 跟信用卡 天哪 最后你怎么解决这些 最后就是我爸爸走了以后 因为没有债要还 我自己赚自己够花 把卡都剪掉 后来发现随便剪卡也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你剪掉了以后 你要再让银行合给你 没那么简单 所以因为我后来碰到 继承债务之后 我就全部 就完全 因为已经被强制执行 所以你完全就都没有办法办卡 所以其实我觉得 虽然有一种说法是说 你如果不能自律的管理你的财务 你就不要留那么多信用卡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已经有信用卡的话 你不要随便乱剪它 那你身边那些 所谓的最后也是卡爆掉 变成卡奴的 大概有哪一些状况 哪些特征 哪些状况 我觉得近期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有很多人的状况是 也许他在薪水好的时候 他去申请信贷 或是信用卡 然后他生活品质过得不错 但后来疫情的关系 收入可能减少了 因为我们其实信贷 有一个DBR22 就是说 什么东西叫DBR22 就是你申请的 能够申请的额度 原则上是你月收入的22倍 OK 比方说五万块 我大概就可以申请到 110万的信贷 可是因为如果五万块薪水的时候 我申请到这个额度 这个我还得起 但是我不小心 我薪水变三万了 那我就会觉得 有点爆掉了 是 不是有点爆掉 他已经爆掉 已经爆掉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还有一种状况是 不只是欠银行的这种贷款 就是他可能是欠这种融资公司 车贷 我觉得这种 因为他利率又更多元化了 对 最后搞到地下钱庄怎么处理 就跑啊 我有一天就是 真的啊 真的 有一天就是我上班上到一半 然后我爸爸打电话来说 他跟 因为他后来跟一个阿姨在一起 他就说今天晚上就是钱庄会来这样 叫我自己要 他们已经先走了 叫我自己回家收东西 然后我就是中午就请假回家 然后一时要跑 真的不知道要收什么 就想办法拿几件衣服 然后全家服抽几张 然后就去朋友家借租 就开始在外面生活 但是地下钱庄 最后放过你了吗 他们靠这个混饭吃的 对 但可能就是我运气比较好 但老实说我现在 就是辅导的个案 也有一些人 他有碰到这种状况 是 对 那真的就是 你只能想办法瞧 对 但我有辅导过一个债务 他是真的是跟旁边 放高利的人 是 瞧出一个空间的 那我觉得 要瞧 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前面至少要有一定时间 你真的该还人家的时间跟利息 你有还了一段时间 因为对方也知道说 你已经还到一定程度 其实我该拿还已经拿好了 他本金仪差不多拿回来的 对 他可能就会放你一码 剩下只是吸血而已 对 他可能就会比较 阿沙利的 就是觉得说 那到这边 吃一吃 OK 那少凯 我们说很多买完房子 你背房贷就算了 很多人是买完房子再去背信贷 是 为什么 其实一般人说 我们会需求信贷的有分两个需求 一个是真的是他买房子之后 那可能投契款的缺口 或是说他投契款准备好了 可是他层数不足 那这时候呢 他就会去做一些信贷的需求 那一般这是一类的 那第二一类是什么 就是他的条件比较好 他的社金利率比较高 或是说他的收入比较高 那这时候呢 他银行给的一些信贷的利率 其实就还不错 就像以我来说好了 我自己有做信贷 那银行给我大概2点多%信贷而已 怎么可能 真的 我认为在下不拆小的 社金利位也不错吧 我旅节这两期 处得重点重也重有钱 银行跟我说8.88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解决 那我们说像你看到的 这些有钱人他们贷款的方式 跟我们真的有不一样吗 不太一样 因为以我实际经验来说 其实我很多一些企业主 或是上市贵老板 或是上市公司老板 其实银行他们有个叫 法人金融这部分 那这个金融这块呢 他可以去做一些放贷的业务 那这业务呢 会根据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或是说这个老板的 个人财务状况去做评估 以我实际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得在8年前的时候吧 那时候透过就是我们银行部门 去做一个就是一个专案 那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信贷是可以随借随还 利率大概1.8% 信贷不是最少有一年的 什么违约期 是那是一部分 可是对于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呢 他借还自由 而且他可以随借随还 然后他把这个借出来的钱呢 他拿去做一些套利的行为 OK 对所以有钱人 为什么他 就是可以这样去运作 是因为他享受到这个资源 那这资源是来自于 他有有比较好的背景 或是他的财务 所以那一般金融机构都很喜欢跟这类的人往来 所以后续就有很大机会去做一些财务的杠杆规划 了解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在场两位青年朋友 就是孟哲我们先来讲一下 你欠债过的状况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意思就是因为我很小时候 我就是收入还不错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工作 所以我其实22岁我就已经买房子了 OK 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银行 22岁就买房子啊 羡慕 但银行不愿意带钱给我 因为就是可能两位专家就知道 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做很漂亮的流水 然后他们会认为说你这笔钱会不会是 就像比如刚刚黑马有谈到 你可能现在收入突然很好 但万一你还不起 就是我偿还能力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蛮认同刚刚就是少凯哥有谈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你其实是在跟银行不断的交涉过程当中 他也知道就是像 很像是把你从一个小苗 要么把你把你养起来 他也不希望这些款把你压倒 因为你可能是一个 所谓有潜力的一个苗子 是 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包含跟银行的行为 包含像信用卡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说 我去办一个金融卡 或是就是我存多少钱花多少钱 这最笨的事情 因为其实你的信用是刷出来的 你的信用绝对不是靠你这样子 我存十块钱付十块钱这样养出来 所以像包含最低缴款息 或者说只先还本金 或先还利息 或者说去做一些好债的规划 这些其实都是在银行 会把你判定为是一个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专案 或一个客户 那包含像保险 有的时候其实 做保险经纪人 因为通常保险跟银行 他们可能会是在 同一个体系的部门 其实你是可以透过保险经纪人 去操作一些保险的杠杆 让你在银行这边 获得一个更好的专案资格 所以如果这么说起来 就是我刷卡 像比如说我的习惯是 我刷完之后 我当月都会缴清 对 这样子我的信用不会累积 还是会累积 只是说这样子 这样子是最好的情况 可是如果像说最低缴款额 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是不是因为 最低缴款额 我的年利率很高 或者说我的除息率 我的循环利率会变得非常高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假设说你今天 因为你刷了一笔 比如说三十万四十万 这么高的金额 然后你要从别的地方 搬钱来去还这个钱 那像这样的话 宁可你先缴最低 但是你其实还可以有 其他的方式来去做操作 因为这笔钱你缴掉 它就没有掉了 可是如果这笔钱 它其实能够透过 其他的理财工具 帮助你在短期的时间 或中期的时间 把这笔钱套出来的话 那其实你没有必要一下脚 OK啦 你手上辅重安理 是不是很多像这样 最后跑路的 对不对 我补充一下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 刚刚孟哲讲的 这一类客户是银行喜欢 的确没错 因为你就是给他赚利息 他一定很喜欢 但是说实在的 最低缴角 因为它有一个规则 就是这样 例如说我现在欠你一万 我这一万 我可能这个月只脚一千 那我会想说 我卡可以继续用 因为我有乖乖缴利息 所以卡可以继续用 但我下一个月 我再刷一万的时候 你猜他是用一万计利息 还是两万计利息 他是用两万计利息 对 是你后面刷的 你本来有一个月 都不用利息 他全部都给你加利息 OK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建议会是说 如果我现在的状况 是已经要付最低缴角 因为我不要 不要把后面 那个一个月 也那个不用缴利息的空间 都给银行赚走 所以我会建议说 其实可以注意一个东西 叫做账单分歧 就是说 因为你在你的信用卡账单上面 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现在刷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我们消费 就有消费分歧 是 那有的时候是消费的时候没有 但是账单累积到一笔金额 我觉得 我现在脚最低 我其他钱有其他的用处 我不要全部还进去 那我可以在我信用卡账单上面 找到一个东西 叫做账单分歧 是 那账单分歧 原则上 他一定比你的循环利率 基本上可以差个一半是有机会 OK 因为喜欢利率大部分都15%了 那你这个有时候砖案的分歧的利率 就可以大幅下降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有做到说 我还是可以继续用 但我没被他赚那么多 那我的钱也许有其他的地方 我要再去运用 去挪动 对 那就可以 但是我认为全额绞轻 然后一直维持这个额度控出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的人 其实要存紧急预备金蛮难的 我觉得 是 因为放在火槽 我们也觉得不划算 我一定想要拿去投 都被通膨吃掉 对 但是因为你投资的钱 你临时要用钱 要把它抽回来 就有时候会亏钱 所以我觉得 保持你信用卡额度的空间 很重要 因为那个就是无形的紧急预备金 OK 因为我讲难题 你我今天生病受伤 我刷卡都可以出医院 好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比如说像刚才孟哲讲的 这种案例 OK 就是 我脚最低 因脚金额 然后我有多出来的那笔钱 也不是说多出来 就是我先不还的钱 然后我拿去套利 OK 最后出事情的比率有多高 如果是用信用卡 我信贷跟房贷的听起来比较多 信用卡应该是还好 出事情的就是 因为很简单的就是 我借款的利率是确定的 但投资的报酬率是不确定 是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套利失败的案例多吗 我觉得很多 而且因为现在碰到 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投资 有时候是诈骗的几率 OK OK 好 那我们说 邵凯 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这两位社会代表 就是想问一下说 今天在什么情况下 你们会愿意 再继续贷款 就继续责贷 对 为什么 来来来 我们先问一下这个 孟哲来 我的立场一向都是 既然会产生利息 这个利息 不论是交给别人 或是你收到 它其实就是一种增值的行为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我做了这个增贷 它能够帮助我去做 在生活上面的增值 那个增值可能是 往你想要的生活 那想要生活 就有很客观的条件 跟很理性的条件 比如说 如果我可能收入 可以再更稳定一点 我可能可以买 更好的一些 保值型的商品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增贷 它不会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所以其实刚 包含刚刚黑马讲到 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账单分歧 或等等的前提是 它并不是处于 在一个好的商品的情况之下 它也不是一个好的 债务行为的话 那就会属于是 你就不该再去增贷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很持中力 但一定还要在 对我来说是利多的情况之下 才会去做增贷 OK 那Rice 贷款的部分 什么时候会再去想要去贷 如果今天利率掉到1%以下 应该大家会抢着去贷 对 因为你今天 虽然你没有立即的现金需求 但是你去把贷款出来 去做一些转投资 或者今天你去当房东 你买个房子 maybe 你可能会大于 像竹子人说的 那大于负债的成本 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该 全台湾大家都冒起来贷款 应该不会只有我 OK 那Hema 你手上像这种想法出事得多吗 我就会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其实 因为大家都想要投资获利 借钱来 就是以小换大 举债致富 这样 那我会提醒大家就是 其实你去看所有这个 投资成功的一些要素里面 不管是文章啊 什么影片的 都有几个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你要有钱嘛 对不对 再来是你要给他时间啦 然后你一定要有知识 再来最重要是要有胆 但通常大部分会做这件事情 都是可能他没有资金 因为资金是用借的 没有给他时间 想要短时间获利 没有足够的知识 只有胆而已 那就比较危险 对 黑妈讲的已经很保守 意思就是你没有脑 OK 来来来 我们说这个 少凯 你觉得像刚才这个 我们说比如说用借贷 不管你用信贷 用房子去带二胎 你要记不记得之前 那个ETF之乱 是 OK 00940 有没有 多少人就是 不管把定存解约 保险解约 然后去带二胎 然后all in 然后一开盘就破发 是 你怎么看这样 其实这大部分都只看到 报酬率的好处 可是忽略了它的风险 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其实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刚才各位来宾都有提到 我们都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目标 报酬率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报酬率的状况 它的标的 它的风险属性 如果我们能评估 而且能去确认之后 再算出成本 那我们的成本就是借款利率 跟承受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个 自当的评估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说 其实 谨慎的理财是很重要的 做一些运用也是OK的 可是要注意到风险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其实我们看到别人 套利成功 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套利成功 你只看到狗吃肉 你没看到狗挨揍 真的 的确如此 OK 那我们当然回到 我们现在最常遇到 年轻人出社会 最常飞的第一笔贷款是什么 叫做学贷 什么意思 其实台湾的 我们说以台湾的教育来讲 基本上不算贵 纵使你读的是实力学校 所以我们说台湾的知识经济 基本上是有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学费那么便宜 哪来的知识经济 但是问题来到 纵使学费再便宜也不是 每一个人都负担得起 当然台湾的学贷状况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 日本的学贷严重到什么程度 很多学生是被学贷逼得走上了绝路 而且他们不叫学贷 他们有时候用奖学金来包装 其实你要还 那就是另类的学贷 而不管我们说他们在 如果你读的是公立的 幼稚园你要花65万左右的日币 小学大概要花将近200万的日币 而读到大学 大学大概要花500万左右的日币 而且这个是公立的 那万一如果你读的是实力的 那就更严重了 到最后你会累积 大概3000万日币左右的贷款 而美国这个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那其实学贷背后的问题 它有另外延伸一个社会状况 就是贫富差距不断的在拉大中 台湾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有报告说出来 大概已经在6.9倍左右 但是也有人说 台湾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67倍 所以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们先来看以下这周报道 现在年轻的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就是差距也太大了 年长者直言年轻人要多努力 毕竟万物皆长通膨居高不下 贫富差距也越扩越大 主席总数最新公布 2021年台湾家庭财富分配统计 后20%财富只有77万 占全体比重不到1% 反观前20%的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元 比重62.7% 台湾贫富差距已经从30年前的16.8倍 一举暴增到将近67倍 不过邻近的南韩超过140倍 澳洲超过93倍 英国快110倍 法国更是超过627倍 相照之下台湾财富分配比较平均 专家也指出2021年实施COVID-19疫情 高科系产业受惠远距商机崛起 也让当年富者更富 现象更显著 不过后20%家庭平均每户 负债405万 远高于全体平均220万 可能源于购物贷款 或举债投资金融性资产 平人与富人的距离 也确实能从房市看见端倪 位在大安区的这栋城屋小豪宅 屋林产一年总价却将近五千万 写下历史 而整个台北市百万小宅的占比 也创下新高 看看北市20坪以下 小宅单价分布 每坪不到40万元的占比逐年下滑 超过百万元的 去年全年共百分之十八点二 但今年光是第一季 就突破两成大关 来到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等于台北市每五间小宅 就有一间单价百万起跳 大多会位在所谓的 市中心精华的区域 如果说他有捷运站的话题 那另外又搭配上了一些学区等等 专家指出 新清安政策让首购族性增加 再加上低利环境下 不动产成为避险和抗通膨 热门管道 都成为房价飙升推手 如何在当今经济情势下 把生活过好 想必是青年世代的 共通考验 OK 我承认我也背过学贷 而且我的学贷 如果我没记错 我是前年才把它给还掉 为什么因为它的利息那么低 OK 那我们回来看这里 我们刚才讲的是日本的学贷 那美国呢 其实拜登当时 有想要把学贷给直接减免掉 也就是大家夫妇的动作 没这件事 当然国会是反对的 因为这样乱撒钱也不是办法 所以当然他们有制定 他们的补助方案 而台湾呢 台湾目前背学贷的有73万人 而平均大概在35万4千块左右 OK 我们来问一下孟哲 孟哲你应该没有背学贷 22岁就有房子 你还背学贷我就揍你 占用公共资源这样 那你身边的同学 应该背学贷的不少吧 对 我就是念私立大学的 所以我其实身边 就有两类的同学 然后一类就是现在像吕杰老师 但没有那么成功 可是就是一样 就是他透过了投资自己的这个方式 因为我认为教育就是投资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他现在可能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他也有一定的发展 可是我有认识另外一批学生 另外一批同学 他们就是现在 可能也是以投资自我知名 可是现在其实也就是载夫载称 也就是很一般般 可能投资到很会跳舞 酒量很好 对 但是就是可能不能变现 所以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变现 它变现不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学代的对我来说 我看到这两边的学生 包含现在其实台湾的环境 已经不一定是以所谓的 你是什么大学毕业 你是拿什么学历 这很重要 但你有什么样的技能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获取什么样的人脉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我在学校 我就是来上课 可是他可能不跟老师交朋友 他不跟同学交朋友 他甚至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上完课之后下课 然后就不跟社会有任何连结 那这样的人 我觉得其实你直接进社会 可能还快一点 你不太需要来上学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学业上 很有成就 或者你想要继续再往上发展的 也要评估一下现在 比如说AI当道 大家都想要去念AI 可是其实你不需要更多 去做晶片的人 你可能是要懂怎么去用AI 或说怎么用AI帮助你 去做一个工具来去做获利 所以我觉得要去分析一下 不要就是 因为很多 我觉得现在大家包含 连理财的观念 都很多是从上上被传下来的 就包含房子也是存款也是 基金贷款任何都是 那都有好也有不好 可是重点是 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适不适合我们自己 OK 来 日本听说两个人 就有一个背着学贷 然后很多最后被逼的走上去 我看到这个新闻 也是有点点吓到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扛债的能力 这个抗压性真的需要调整 是 对 日本的那新闻是 好像在2022年有十个人 就是因为 就是最后调查出来他的死因 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奖学金 就是他们有点类似说政府就发这个奖学金 鼓励你继续升学 但最后其实还是要你还 OK 那当然台湾学贷环境是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的目的是不是防止私立大学倒掉 我也觉得 因为是 我也觉得 对 其实现在就是学校太多 然后人口太少 对 但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年轻族群 在去年其实政府也投入了蛮大的一个预算 在做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方案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有针对15岁到30岁的这个族群 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太茫然了 对于财务的压力 跟自己所谓的这个发展 竞争的这些 这些多重的压力 就是太多了 所以政府补助说 每一个人一年有三次的心理智商 避免大家去智商 对 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债的问题 当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的时候 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个月 他可能要多还3000块的学贷 多还5000块的学贷 对他是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收入来源要多方向的来源 就是我们在学习很多专业过程中 无形中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的累积 非有贷款是没关系的 只要有定期的还款的能力 那这能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平常 自己对自己的投资 那当然其实我们说 以前很多人有个美国梦 其实如果你真的去美国走一趟 而不是只是当游客 你去看那迪士尼 你真的去美国走一趟 你会发现满街都是Home Lace 也就是所谓无家可归的游民 那你不要看那些Home Lace 很多Home Lace的造型其实是不错的 如果他没有跟你要钱 你还不知道他其实是游民 他穿得就像中高阶主管一样 但退一步回来讲 退一万步回来讲 这些人他可能拥有还不错的学历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 他发现他再怎么努力 也还不起这些学费 因为美国的学费是非常非常贵的 那少凯你相信你的专长在所谓财务管理 那我们当然政府的得正是不断地在提高基本工资 基本心思 基本时薪 但是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们只要每次看到政府提高 所谓的基本薪资的时候 都很多企业会出来哭 这样我会倒 如果说一个员工 而且你每个月多加发个一两百块就会倒 这种公司他本来就该倒 但是问题来了 当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的时候 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个月 他可能要多还三千块的学贷 多还五千块的学贷 对他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少凯如果说我们对于社会新鲜人 现在正背着学贷的 有没有怎么样的建议 是OK好 因为其实政府的这个学贷政策 其实有一些宽限情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还是要善用这样子政府的福利制度 然后去做一些投资自己的动作 刚才很多来宾都有提到 其实我们要确定到一些能做这些财富 需要时间 而且需要一些就是我们的专业性 那如果我们可以自己认证一点 多社区一些理财 理财面的一些就是投资的标的 我们在判断上就会更有方向 那我们鼓励说 其实年轻人就是从年轻人开始 就可以做定期第二投资 其实真的还蛮好的 因为 是啊 少凯 我也知道 赛账了不够了 还想要打冠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 通事课有一门课叫个人财务规划 你知道第一堂课我听完之后 没有 教授讲完 大概前十分钟之后我就退选了 那教授一走进来 哇 那个气势 像赌神一样你知道吗 然后一开口就问来测试你们的财务智商 有一家面摊生意很差 但是为什么没有倒 台下同学当然提出各种理由 最好是公布了 因为他有赚钱 这就跟你跟我说 你这样做到时候 OK 我们也知道要定期定额 你知道保险一开始都告诉我们 你要把钱分成四块 然后10%拿来买保险 40%用于日常生活 30%用于什么 然后20%用于储蓄 我光是每个月生活费可能都不够 那怎么办 其实我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收入来源要多方向的来源 就是我们在学习很多专业过程中 无形中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的累积 所以我是鼓励这些年轻人 其实非有贷款是没关系的 只要有定期的还款的能力 那这能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平常自己对自己的投资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我鼓励 就是要多方摄取一些 让自己可以更专业的地方 那我相信你有这个专业 其实财富自然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人生要学会把负债变成资产 这跟理财都没有关系 我讲的是你的心态 如果说你很担心人家知道 你借学贷你会觉得很丢 你就这样讲 其实我爸要帮我出 但是我认为不可以 我们男人要为贷地付证 人家立志出乡官 贺业不行 赛不还 买股何须伤死地 人生处处有青山 当然讲到青山 因为当你要到青山的时候 大概就是要用到保险的时候 OK 那保险真的可以理财吗 保险到底 我们说除了保障你的生活 尽量不要被改变 还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听一下 年轻人怎么看 宽快答第一题 你现在有什么保险 那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一些保险 好的 有关保险部分呢 现在呢主要是在投资型的保险 还有一些包括医疗 然后还有一些 未来在健康考量的长照上面 这都是家人一起协助规划的保险 是的 第二题 那在保险的部分 你的想法是 只买必要的保险 例如医疗险 受险 还是会另外找钱来买 投资型保单 这些衍生性的保险商品 好 在保险的部分呢 基本的这些受险 包括我们的健康医疗险 这些都是很必要的 那当然在现在保单 保险的内容是具有价值性的话 我们会考虑再去投资新的保单 然后来做更多的理财的相关 第三题 对于企业不舍主动推销的保险业务员 你的感受如何 好 企业不舍代表他非常地努力 那如果他的保单内容都是值得 我们参考的话 我们会仔细地来参考一下 谢谢 时间到 谢谢Rise 年轻人到底怎么看 所谓的保险这回事呢 他真的有理财的功能吗 可是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里面 看到保险业务员干了一些 狗皮倒灶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问一下 我们现场的两位青年代表 来 到底你支持还是反对 来 第一 看过 听过太多保险业务员 卷款潜逃的故事 所以对于保险博足不前 赞成还是反对 都反对 所以你们都有这个 纵使他会捐款跑掉 你还是会买保险 来 孟哲先来 你会 他如果会捐款跑掉的保险员 代表你其实找他也是投机性格的为主 但保险是投资不是投机 是 来Rise OK 其实这个就是在你要胜选 就是在跟他分析 他介绍产品中间 讲这个我就听不下去 哪一个恋爱没有胜选过 家暴不是一样发生 打得跟揪头一样 不会啦 那因为该要买到还是要买 不会说因为有听过这种新闻 然后你就 我就不买保险了 所以刚刚提到胜选 就是多了解对方 那当然从这个方向 应该可以减少这个的几率发生 来 少凯 你怎么 因为这种新闻 其实所在多有 而且很多艺人就这样莫名其妙 可能两千万三千万 就被抱着跑了 其实现在政府法规有规范 就是我们现在业务员 在收保费的过程中 保费不能超过五万块的现金 所以如果我们要收现金 不能超过五万块 还有一个规范 而且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金管有在演绎 未来可能在这五万块的额度 要再往下跳 所以其实可以避免一些 扰民 就是收现金的部分 刚买房子就有房贷的负担 但是还要再买所谓的保障型的保险 支持还是反对 OK 我觉得 那个保障型的保险 是需要买的 因为主要是你会担心 哪天你去当小天使 对 你那个贷款 就变成家人的压力 OK啦 我们来问第二题 刚买房子就有房贷的负担 但是还要再买所谓的保障型的保险 支持还是反对 你们都赞成要买保障型的保险 OK 来了 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孟哲 因为这两件事情 本质上不是同个事情 因为房子它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个 它没有买卖就没有产生 所谓的增值或者是损益 所以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东西 但是你的做保险这件事情 它是做你未来的规划 它是个投资 所以这两件事情 本质上它不是同一件事 可是它有一种保险 就是怕你突然挂掉 所以强制你要买一份保险 而且这份保险你是用不到的 是你身边的人可能用得到 但是前提就是说 如果今天买房子 它本身就是带着这样的条件的话 那如果你紧急 你用买房子这个行为 其实它一定背后 不只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它又捆绑了 像比如像我们现在有一些 交易的限制的话 那其实你持有它的时间 应该相对会是相对长一点点的 所以除非说你今天 但是通常来说 应该是这个法定进程的人 还是会有帮助的 来来来来 Rais你怎么看 OK我觉得 那个保障型的保险 是需要买的 对因为主要是你会担心 哪天你去当小天使了 对你那个贷款呢 就变成家人的压力了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要再留子尊 那当然也是慎选产品 慎选产品 来来来 邵凯 就是我刚才讲到保单 你知道吗 我大概知道 对就是 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因为不用保人 是 不用保人 但是呢 就是银行会 它也没有强制你买 它会不断地push你 不断地push你 你可能买了一份 它其实不用缴多少钱 比如说一年可能 大概千万块 可能缴一万二 但是你 它只赔你挂掉跟全产 也就是那一份钱 基本上不是给你用的 OK 你这种保单听过吗 有 其实在我们听到很多客人 他在买不动产的时候 会有贷款的需求 那其实一般贷款 都是主要经济者 去做贷款动作 那我们也知道说 主要经济者 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像成为小天使 那家里可能有欺小 那这时候 我又要还房贷 可是我突然 周路中断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房子会被扣押走 因为没有钱 继续还房贷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做 类似两种商品 其中有一个叫做 投资型商品 里面一个叫做 保障的部分 那一般投资型商品 里面保障的部分 它的危险保费 是相对于其他的 一般定期售险来的便宜 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像我有去 我举个例子好了 一般来说 五百万的售险保障 以目前的危险保费来说 大概六千块 就可以买到了 差不多 可是如果呢 是用定期售险 定期售险算是 一般我们保险最便宜的 五百万呢 就要两万多块 所以省了 大概三分之二的钱 然后就拥有五百万的保障 那这保障的部分 也非常好 因为如果假如说 我在工作 突然怎么状况了 那我的欺小 就有一个保障 去付房贷的钱 对这也是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 买了不动产之后呢 如果我是在贷款过程中 我是担心 有什么意外 那其实透过 用最少的成本 找到最高的效用 那是我觉得 很棒的选择 OK 我们问一下 像我们刚才提的 这个问题 就是你手上那种案例 比如说 他现在 很多债务来找你 但他手上 值钱的东西 他其实有时候 他有债务不代表 他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 没错 那解除保单 会不会是 你给他的第一建议 有的时候会是 因为这真的看个案 但原则上 反正保单 也是资产的一种 就跟你的定存 股票基金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对那就是看 从哪一个地方 去变现出来 最快 最不影响你生活 然后利率又是 你可以接受 我觉得就可以 那我们这么说 其实现在 包括我们刚才 一直讲的 所谓的学贷 房贷 车贷 然后还有信贷 整个都合在一起的情况下 再加上这几年 不断地在升息 说句实在话吧 台湾升息 升息的算少的了 如果说台湾 像美国在疫情的时候 这样子暴力的升息 我告诉你 台湾法拍屋 最少会多两倍出来 但问题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怎么保障 自己的人生 首先我们先问一下 这个 我们说少凯 少凯 那这个时候保险 可以起什么作用 一般来说 其实 如果在保险的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说 保单会有个叫做 宣告率的平稳机制 是 对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在金管有提到 很多商品都会有宣告率率 可是现在有把宣告率率 平稳机制放进来之后 对于我们在消费者来说 选择上 可能会比较有利一点 那如果拿保单去质押 大家就看成本了 因为一般来说 保单的借款利率 会高于他的商品的利率 除非是有一些专案 例如说有时候保险公司会开放说 这段期间2.5% 这段期间1.5% 那当然立当别论 可是他都是有一个期限的 所以呢 对我来说 其实如果保险他 强迫储蓄是一个概念 强迫储蓄起来 如果哪一天 需要用到资金的时候呢 这个资金就是你可以随时动用的 他的流动性很好 OK 来来来 那我们说 像我们刚才讲到了 房贷 信贷 车贷 学贷 可能还有卡债 OK 那当这样子的人来找你的时候 他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帮他做好债务证呢 第一件事我觉得就是要帮他建立信心 对就是说你今天能够欠这些债 你是欠正常管道 代表银行也觉得你有能力还 是 所以你不能先自己没有信心 再来就是你不能再去借好借的钱 因为好借的钱都很难还 OK 什么叫好借 就地下钱庄 因为像银行他借你钱的时候很机车 对不对 可是你前面让他机车过了以后 你就是一个正当管道 就是你未来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好好的去跟他处理 可是就像如果我是去借地下的 你有时候真的只能跑给他追 所以我觉得心态要先建立好 然后不要再借那些好借的钱 那原则上处理债务 其实就三个原则 一个就是你高利率 也想办法把它转到低利率的 这很基本 再来就是如果你用很多笔 我们尽量把它缩少 就是变少 不然你会三号要缴一张 五号要缴一张 就是你会疯掉 那再来就是先还小金额 再还大金额 现在其实有很多贷款 他可能手机就可以借钱 身份证就可以借钱 五卡都可以借钱 那我觉得这种小金额 可能三万五万八万 你有意愿要处理的话 先从小的慢慢把它处理掉 因为通常这些都利率很高 把这些处理掉 然后慢慢的重点 是你的收入一定要赶快提升 要稳定 就是你不要一直聚焦在 你有负债这件事 你要记得你还有一只手 可以去赚钱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这借钱 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很多很多的状况 但是我们回到最后的本质 哪能够借银行借 不能够借人借 因为银行你行之后 就没事情 集合力 情迫你 那最后也请你了解 一件事情 就是赚钱 还是最后的根本 那万一遇到债务怎么办 其实就是面对它 解决它 放下它 当你要去逃避债务的时候 一个问题就会变两个问题 第一 原本的债务还在 第二 你还要想怎么逃避 有问题 大声讲 我是吕杰 带你开启世代的对话 吕斯正国背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